妻子是潜水教练 因为白月光想拍一部海底电影 需要一名男潜水员 她就设计把我骗进了海里 可她不知道 氧气瓶里的氧气不足以让我游回去 我沉入海底被于分时 妻子却在和白月光庆祝电影拍摄成功 后来 她终于想起了我 哭着求我回来 可我已经死了 我死后 灵魂不受控制跟在了老婆柳如燕身边 我亲眼看着她和她的白月光灵山 平坐在一起吃着烛光晚餐 山平 恭喜你电影拍摄成功 林山平和她举杯相碰 笑道 谢谢你小燕 如果不是你帮我 这部电影不会那么快拍完喝了一口酒 林山平似乎想起了什么 有些担忧地问道 对了小燕 你和我出来庆祝你老公不会生气吧 提起我 柳如燕刚刚还柔和的表情瞬间变了 她放下酒杯 像是找到了发泄口 不断和林山平倾诉 别提她了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讨厌她 一听到是要帮你拍电影 她就不同意 要不是我答应她 要和她一起过结婚纪念日 她怎么都不肯松口呢你说 只是一个小小的忙 她都要跟我讨价还价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 我们之间清清白白的 她老是怀疑我们 这么小度鸡肠不懂事 她跟你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林山平装作善解人意道 小燕你别这么说 只是我想着她帮我们拍了电影 按道理我也该感谢她的柳如燕皱了眉头 不用感谢她 这点小忙都还要感谢的话 我都看不起她 哎 山平 她要是能和你一样懂我就好了 林山平走过去摸了摸她的脑袋 动作轻易 她笑道 好了 我们不提她了 庆祝我们电影拍摄成功 柳如燕脸红了 她本来就长得好看 这般在烛光下看着更是动人 而我在一旁 亲眼看着我的老婆和别的男人 各种贬低我却无法辩解 我很想告诉她 她嘴里那个不懂事的丈夫已经死了 就死在了海中 被海底的鱼分石 尸骨无存 两人酒过三巡 柳如燕明显有些不胜酒力 林山平过去扶她 多怪我小燕 我不该让你喝那么多酒的柳如燕摇摇头 情不自禁靠在了林山平怀里 不怪你山平 是我自己太开心了 我在一旁听到这话 心中不禁泛起一抹苦笑 柳如燕不太能喝酒 属于一杯就到的那种 以前纪念日我提出喝点红酒 她都能指着我骂 方颖木你怎么这么自私 我不能喝酒你不知道吗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 有必要搞这种形式吗 而如今 只是因为林山平拍的部电影 她就能陪着喝了一杯又一杯 我很想问她 不能喝酒 只是因为对象是我 换做林山平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是吗 柳如燕被林山平扶进了车里 林山平开车将她送到我和柳如燕的婚房 小燕我就送你到这里了 不然你老公在家看到了不好 柳如燕最也朦胧 却还是道 她 我和她说了不到结婚纪念日那天 就别回来烦我 现在不知道在哪个酒店住着呢 她才不在家 我恍然想起 答应帮林山平那天 柳如燕确实跟我提了这个要求 不过这也是常态 因为只要柳如燕不开心了 她就会说不想看到我 我就总是有家不能回 为了不让我妈担心 我就出去住酒店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也是我按照柳如燕的喜好 亲手不至的 可我却经常被赶出去 因为喜欢她 她说什么我都顺从她 但是柳如燕啊 这次我是真的回不来了 林山平却是一喜 她直接抱着柳如燕下车 柳如燕搂着她的脖子 在她脖子旁边吐气如蓝 山平 你好香啊 这是你喜欢的香水味 我特意为了你喷的林山平回她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 加上两人现在动作暧昧 一时的刺激感让他们连门都没有进 就拥抱在一起 让我不禁犯起了恶心 柳如燕啊 你还记得你没有离婚吗 你现在就和另一个男人 在我们的婚房搂搂抱抱 亲亲我我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看着玄关上我和她的合照 思绪一下陷入回忆 我和柳如燕算是青梅竹马 她家和我家一直都有生意往来 一来二去我们也熟悉了 我和她其实一开始玩得挺好的 只是长大以后 双方父母有了撮合我们的想法 我对柳如燕是有好感的 所以也没有阻止 只是我不知道当时的柳如燕 已经和林山平在一起了 林山平是个穷小子 所以柳如燕的父母 根本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他们逼着柳如燕和林山平分手 分手后 柳如燕却以为这是我在从中阻拦 所以那个时候她就恨透了我 她曾对我说 方隐木你死了这条心吧 就算我和山平分手了 我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 但她不知道 这件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 我想要解释 她却根本不听 直到那年柳家破产 柳父病危 唯一的医愿就是让柳如燕嫁给我 柳如燕这才不得不妥协 这三年来 柳如燕对我从来没有好脸色 我只能用尽全力对她好 她要什么我就给她什么 柳如燕这才慢慢地对我有了改观 可是就在我和她结婚三年后 消失三年的林山平突然回来了 柳如燕就突然忘记了我所有的好 整天约着林山平见面 林山平说要拍海底电影 她就拿着我的钱去帮她 林山平说缺个会潜水的男演员 因为柳如燕是潜水教练 为了迎合她的爱好 我也学了潜水 柳如燕想到了我 得知是帮林山平 我不愿意 柳如燕就对我破口大骂 方颖木你怎么这么小气 就帮这么个小忙怎么了 你今天要是不帮我 你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我们离婚 我妥协了 唯一的要求就是结婚纪念日那天 能和她一起过 柳如燕虽然不愿意 为了林山平却也同意了 拍摄电影那天 一切都很顺利 拍摄结束后他们就往回游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正在水里挣扎 我的氧气瓶里的氧气不够了 缺氧的痛苦 让我不住抓着脖子试图呼吸 可是根本没有用 我想叫住柳如燕 可她却因为急着上岸 找林山平根本没有发现 我就这么憋死在了海里 我死后 尸体被海里的鱼儿分尸 落了个尸骨无存的地步 而我的老婆却在和别的男人 烛光晚餐 柳如燕 你到底有没有心 眼看要到最后一步了 柳如燕却推开了林山平 山平 我不能 林山平轻声道 小烟你知道离开你的那段时间 我有多痛苦吗 如果不是因为方颖木 现在在一起的就是我们 小烟我爱你 让我拥有你好吗 我很想说 不是的 不是因为我 当年她明明是收了柳父的钱 才离开的 柳如燕你别被她骗了 可是柳如燕听不见 甚至在林山平说完后满脸感动 她主动勾着林山平的脖子 吻了过去 不 不要这样 我有些难堪 柳如燕 求求你 至少不要在我们的婚房做这种事 可是柳如燕没有 他们甚至跑到了我和柳如燕的房间 在我们的婚纱照下 翻云覆雨 我双目星红瞪着两个人 只恨不得杀了他们 柳如燕 你怎么这么轻易就被她三言两语骗了 你的智商呢 你们真是让我觉得恶心 多年来对柳如燕的爱意 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乌有 我只恨不得赶紧离开 可我只能被禁锢在柳如燕周围 亲眼看着这恶心的一幕 柳如燕 你真狠啊 第二天一走 柳如燕躺在了林山平怀里 她脸上有些后悔 山平万一被方颖木知道了 我冷笑 现在才后知后觉有什么用 林山平安慰着她 放心吧 她不会知道的 她的语气莫名的笃定 柳如燕还是担心 却被手机铃声吓了一跳 她慌忙接起电话 发现不是我的电话后 她松了一口气 电话是我妈打来的 柳如燕不耐烦地接起 小燕啊 这个周末有空吗 和颖木一起回来吃个饭吧 去年我爸去世 家里就剩下我妈了 因为讨厌我 柳如燕连带着讨厌我妈 我没空 我妈的声音有些犹豫 那你可以让颖木回来一趟吗 我打不通她的电话 柳如燕冷笑一声 我明白了 这是你们母子两个 又在演戏了是吧 想要让我打电话给她 求她回来 怎么 她不是住关了酒店吗 回来干什么 你告诉她 我不想见到她 而且也请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 说完 柳如燕挂了电话 真是讨厌 以为这样我就会主动打她电话 做梦吧 林山平翻身搂着她 好了 我们不提这些讨厌的人了 小燕你真的好美 柳如燕的脸一瞬间红了 林山平正要进一步动作 柳如燕推开了她 她的脸上满是纠结 山平 我有点累了 你先回去吧 万一她回来就完了 林山平脸上闪过一阵不耐烦 却还是耐着性子道 好 那我先回去了 小燕你记得涂点药 怪我 一时没把空住让你受伤了 柳如燕红着脸躲到了被子里 语气带着点娇称 哎呀我知道了 你快点走吧 说实话 我真想吐了 柳如燕从没在我面前露出过这种小女儿姿态 她对我从来都是冷漠的 柳如燕啊 如果你知道你心中的白月光 是个为了钱可以抛弃你的男人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害羞吗 莫名有些期待呢 林山平离开后 柳如燕有些心不在焉 看着床头我和她的婚纱照 她啪一下将她拍了下去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终于还是拿出手机打了我的电话 电话当然不可能打通 柳如燕气得将手机丢在了床上 有本事就不要回来 结婚纪念日也别想和我过了 我不禁冷笑 我的确回不来了 而且和你的结婚纪念日我也不会再期待了 柳如燕睡不着还是起来了 她去了厨房想要找吃的 打开冰箱时却发现了我给她留的纸条 柳如燕不会做饭 只要我不在家 她要么就是点外卖 要么就是吃零食 这就导致她年纪轻轻就得了胃病 我知道后 就经常在冰箱里给她做好吃的东西 到时候只要热一热就好了 三年 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所有人都说柳如燕找了的好老公 要好好珍惜 柳如燕却对此迟之以鼻 我又没有要求她这么做 你们少到的绑架我 我听闻只是笑笑 继续做着这些事情 现在想来 全都是我自我感动罢了 出事之前 因为想着有好几天她不想见到我 我连夜给她包了许多饺子 放在冰箱里 小燕 调料我已经给你分装好了 水开了放进去就可以 一定要记得吃饭 看着我给她留的纸条 柳如燕睁住了 她紧紧抿着唇 捏着纸条不说话 吃着饺子时 她突然放下筷子 拿出手机噼里啪啦开始打字 我凑过去看 发现她是在给我发信息 方荧木 我决定原谅你了 你今晚就可以回来住 发送成功后 她自信地盯着屏幕 因为以前 只要她发信息给我 我都会秒回 更别说这是一条 她大发慈悲让我回家的信息 她自认为我会继续舔着脸 回来哄着她 可这回她错了 十分钟 二十分钟 饺子都冷了 我也没有回信息 柳如烟这下彻底生气了 她将饺子往地上一摔 汤混合着饺子摔了一地 方荧木 好样的 有本事你别回来 说完 她手机响起 柳如烟急忙接了电话 电话那端依旧不是我 而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你好 请问是柳如烟小姐吗 你们昨天租的潜水服 还有一套Excel码的 没有还回来哦 柳如烟瞪大了眼镜 你说什么 昨天下海的人 除了我和柳如烟 还有剩余两个工作人员 除了柳如烟穿的是M码 其余两人是RXL 剩下这个Excel码 是我的 怎么可能 昨天我们是一起上来的 柳如烟不知道 她说这话的时候 都带了不自信 她大概也想起来了 昨天她急不可耐离开 完全没去注意 我到底上没上来 店家的话很笃定 柳如烟小姐 我可以肯定 昨天只有你们三个人 过来还钱水服 至于另一个 比较帅气的先生 一直没有来 店里是有监控的 不幸您可以过来查看 柳如烟的脸都白了 她关了电话 跌跌撞撞往外跑 我原以为她是去找我了 可是没有 她来到了林山平家里 山平 刚刚店老板给我打电话 她说方颖木 没有去还钱水服 你说她是不是出事了 林山平抱着柳如烟 柳如烟看不到 她突然勾起的嘴角 我觉得有点奇怪 听到这个消息 林山平怎么不惊讶呢 而且 反而好像还挺开心的 小烟你别慌 说不定她只是忘记了 方颖木这么大一个老板 忘记这种小事很正常 你别胡思乱想 柳如烟惊魂未定 听了林山平的话 缓缓点头 对 应该就是这样 该死的 这么大人了 这点小事都能忘记 害我差点吓死了柳如烟啊 你是不是蠢 我做事从来严谨 是不可能会这样的 我妈的电话 以及我那打不通的电话 你还没想明白吗 我根本没有机会去 还钱水服了 得到了林山平的安慰 柳如烟的情绪稍有缓和 可是她没有注意 她的眉毛 一直没有舒展开 从林山平家里出来后 心不在焉开着车 不知不觉 进来到了拍摄的海边 下车后 她往沙滩那边走去 柳如烟看着海 突然念出了我的名字 我突然有些触动 却并不是因为她 我答应来拍摄 不仅仅是因为柳如烟 答应了我的要求 还有一点是 柳如烟喜欢海 她曾经说过 她要和最爱的人 一起来海边居住 三年来 我努力成为她最爱的人 可是到头来 却没有林山平一句话重要 我苦笑一声 看着茫茫大海 突然 柳如烟眼眼前一亮 她快步往前走去 她弯下腰捡起了一部手机 手机用防水袋装着 柳如烟颤抖着打开 上面的壁纸 是我和她的婚纱照 我很惊讶 我人都死了 手机居然能冲上来 还是被柳如烟发现 这或许就是 冥冥之中注定的吧 柳如烟拿着我的手机 喃喃自语 巧合 一定是巧合 她跌跌撞撞往车上走 鞋子掉了一只都没去捡 巧合 一定是巧合 方蚁木怎么可能会死呢 她明明上来了 对 她上来了 她不会死 这一定是她的阴谋 她就想让我主动示弱 这个混蛋 柳如烟骂完 开车来到了潜水俱乐部 刚进门就有一个 刨腿小哥给她送上一束花 柳如烟有些疑惑 我没订花 刨腿小哥挠挠头 对她道 这是一位教方荧幕的先生订的 她说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让我把花送到这里 柳如烟愣愣住了 她猛猛地借过那束花 那是一束杨洁梗 花语是永恒无悔的爱 也是柳如烟最爱的花 每年的结婚纪念日 我都会提前订一束送给她 她的同事纷纷围上来一脸羡慕 小燕你好幸福哦 你老公每年都记得 你们结婚纪念日呢 哎呀 谁不知道小燕的老公最爱她了 小燕你可真幸运 找到这样帅气多金 还真爱你的老公柳如烟 将花随意丢在了地上 满脸不屑 送出破花 你们就觉得幸福了 有这功夫 还不如搞点实际的 这种男人 你们喜欢就拿去落 同事见他这么说话 纷纷善笑 尴尬的散开了 我看着那树花 被丢在地上 甚至还被柳如烟踩了一脚 我想 以前的花 大概也是被她这样丢掉的吧 就像我对她的爱一样 也可以被她随意拿来利用 丢弃 柳如烟中午下班后 那树花被丢在角落 最后被负责打扫卫生的人 丢进了垃圾桶 她没回家 而是去了林山平家里 在她即将拧开门把授的时候 她停住了 因为里面传来了林山平 和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老公 你不是说 得到那个女人所有的钱 你就跟我一起回国外的吗 这都多久了 人家都等急了 林山平的声音随即传来 宝贝 她老公已经死了 到时候财产全是她的 只要我哄一哄 她还不是双手奉上 而且这个蠢货 到现在还不知道 她老公已经死了呢 女人的声音有些担心 万一她没死呢 你的计划不就泡汤了 林山平的语气 带着是在必得 她必死无疑 她的氧气瓶早就被我换了 完全不够她回来 这个时候她的尸体 应该早就被海里的鱼吃掉了 哈哈 柳如烟那个蠢货 还以为她老公在跟她闹脾气呢 她一直以为是她老公拆散了我们 殊不知是因为我收了她爸妈的钱 当初要不是因为她有钱 谁会跟她在一起 我早就完逆她了 哎呀你真坏 柳如烟的身体摇摇欲坠 她的手紧紧握着门把手 却没有打开 我惊讶于她的震惊 我原本以为得知自己最爱的人背叛她 她会怒不可遏冲进去质问吗 柳如烟最终还是回了家 一连串的变故 让她连早饭都没有吃 她捂着胃疼得冷汗直流 柳如烟挣扎着起来 想要去厨房找点吃的 却看到了满地的饺子 柳如烟突然就崩溃了 她蹲了下去 我的手机也从她的口袋里掉了出来 隐木 柳如烟的眼泪一滴滴落在了饺子上 她的声音带着哽咽 我错了 隐木 都是我害了你 是我错性小人 你一定很痛苦吧 都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跟我一起去海底 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隐木我好痛啊 你不是说你要和我永远在一起吗 我答应了 我再也不和你发脾气了 你回来好不好 呜呜呜呜 柳如烟趴在了地上 她突然抓起地上的饺子 就往嘴里塞 我好好吃饭 隐木你看到了吗 你做的饺子很好吃 我一定乖乖 把它们都吃完很快 地上的饺子 都被柳如烟塞进了嘴里 柳如烟的脸鼓鼓囊囊 她咽不下去 眼睛都红了 此刻的她 狼狈极了 哪里还有平时的精致 看着她这么伤心的样子 只要一流眼泪 我就比谁都紧张 而且 这迟来的忏悔 不是我等了很久的吗 可是为什么现在看着 我却平淡得很了 我想 大概是我不爱她了吧 柳如烟啊 你的眼泪在我这里 已经不值钱了 装模作样干什么呢 柳如烟发完疯后 沉默地将自己收拾干净 她躺在床上 怀里抱着我的睡衣睡着了 第二天 她来到了临山平家 一进门 她就扑进了临山平怀里 脸上有着害怕 山平怎么办 刚刚我在海边 找到了方颖木的手机 她死了 怎么办 她死了 临山平隐藏住眼里的欣喜 忙安慰柳如烟 别怕小烟 这不关你的事 是她自己技术不过关 才会出事的 你别慌柳如烟抬起头 山平 你怎么知道 是她技术不过关 临山平眼神慌了一瞬 赶紧解释道 你看 大家都一样的装备 你们都回来了 可她却没有回来 肯定是她技术不过关 柳如烟点点头 对 就是她技术不过关 可是她死了 现在怎么办 临山平指示着柳如烟 深情道 小烟 她死了不是更好吗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呀 柳如烟忍不住 搂着临山平亲吻 两人很快就滚坐一团 我觉得很恶心 柳如烟明明知道 是临山平害我 可她还是选择听信 她的胡言乱语 柳如烟啊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你昨天的忏悔 果然都是假的是吧 你们这对狗男女 真让我觉得生理不适 温存过后 临山平装作不经意提起 小烟 现在方颖木死了 那她的公司怎么办 你是她的妻子 按理说 她的财产要给你财队 柳如烟听闻 微微抬头问她 山平 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临山平解释道 傻子 我是怕你一个人应付不来啊 你要是因为这个没休息好 我会心疼得柳如烟满脸感动 山平你真好 下午我确实得去一趟公司 临山平听闻激动的坐了起来 我陪你把小烟 我怕你会被人欺负好 柳如烟答应啊 下午他们就到了公司 我虽然消失了几天 但是公司由我爸留下来的元老顶着 所以公司秩序依旧如常 柳如烟两人刚到楼下 就遇到了我妈 看见我妈 我眼睛有些酸 我妈老了 自从我爸走后 她一个人更加孤单 而我却因为柳如烟不喜欢她 搬离她这么远 让她在空荡荡的家里一个人生活 我真不笑 我妈看到柳如烟 连忙过来 小烟 我好几天没有联系到荧幕了 她究竟去哪了 从始至终 只有我妈在担心我 所以今天她才会跑到公司来找我 柳如烟刚要说话 林山平就抢先一步 阿姨 方隐木她死了 前几天她去潜水 一直没上来 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她的死讯 我妈难以置信地后退两步 身子在发颤 快速喘气 我急了 我妈心脏不好 她不能受刺激啊 柳如烟也被吓到了 她掏出手机就要打120 可是她的手机马上就被林山平抢走 小烟 不能打 万一被人知道是我们害她这样的 你想要拿钱就不容易了 可是 柳如烟看向我妈 我妈已经捂着胸口倒下了 我急得在她身边乱转 楼下没有什么人 林山平左右看了看 拉着柳如烟就跑 不行 不能跑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啊 我妈有心脏病 你们快救她 我想扶我妈 可是手指只能从她身上穿过 甚至因为柳如烟越跑越远 我的灵魂控制不住朝她飞去 不行 我要救我妈 我急得眼睛都红了 没用 什么用都没有 我妈在我眼中渐渐缩小 直到我再也看不到 而这对狗男女还在庆幸 没有人发现他们 柳如烟 林山平 我眼里流出泪 只恨不得杀了他们 我只能在心里不断祈祷 祈祷可以有人发现我妈 然后送她去医院 她因为我已经够难受了 不能再因为我出事了 上天没有听到我的祈祷 晚上 柳如烟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因为联系不上我 医院的人就联系了柳如烟 柳如烟脸都白了 方一木他妈 死了 我的脑袋在一瞬间炸开 我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脑子里只回荡着柳如烟的那句话 我妈死了 因为我 因为这对狗男女 就这么心脏病发死了 柳如烟 我妈对你不拨 你怎么就忍心看着她这么死去 你怎么这么狠啊 死的人为什么不是你 你才该死 你们都该死 我在无能咆哮 柳如烟听不见 我跪了下去 咬紧牙关 最后还是没忍住崩溃大哭 妈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是我不笑 是我害了你啊 林山平听了柳如烟的话 满脸无所谓 死了就死了呗 她自己有病 找不上我们 况且她死了 方颖木的钱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是 柳如烟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笑盈盈对着林沙木的 山平 明天陪我去海边祭奠一下方颖木吧 林山平不解 为什么 柳如烟哄着她 毕竟我马上就可以拥有她所有的钱了 如果不去祭奠一下她 我不安心 山平你放心 等回来我就带着她所有钱 和你远走高飞这些钱 我都留给你林山平心动了 她本身就是为了钱 只是去祭奠一下我这种小要求 她肯定愿意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 海边空无一人 林山平有点冷 催着柳如烟快点 柳如烟应了句 给了她一杯水 喝点热水暖暖 晚上海边比较凉快 林山平不宜有她 结果就喝 她没有注意到柳如烟在她喝下水后勾起的唇角 柳如烟看着茫茫大海 在夜色的笼罩下流下一滴泪 林山平却在催着她赶紧离开 我总感觉甚得慌 小烟我们快点走吧 柳如烟没有动 声音微轻 你也觉得害怕啊 那你当初害死她的时候 你怎么不害怕呢 小烟 你说什么呢 林山平没说完就倒了下去 整个人重重地砸在了沙滩上 柳如烟呆坐了很久 这才缓缓起身 等林山平醒来时 她身上已经穿好了潜水的装备 可是她整个人连动的力气都没有 小烟 你这是在干嘛 柳如烟没有理她 自顾自在她腿上绑上了一块大石头 林山平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她拼了命想挣扎 可她中了药 哪里能挣扎得起来呢 小烟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不是最爱我的吗 你不是要和我一起远走高飞吗 我答应你 明天我们就走 你放开我好不好 柳如烟这下终于有了反应 她蹲在林山平身边 深深地看着她 眼神有些恐怖 你说活活憋死在水里 她该有多痛苦啊 亲眼看着我离她越来越远 她有多难受呀 这一切都怪你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 拿了我爸妈的钱也就算了 还回来算计我们的钱 如果不是你 我的影幕也不会死 所以啊 你也尝尝那种滋味吧 柳如烟起身 拉着林山平就往海里走 林山平这下是彻底怕了 急忙道歉 不 我错了 我错了小烟 我不该算计你们 我错了 我道歉 你原谅我好不好 柳如烟你能不能冷静点 啊 疯子 咕噜你个疯子 咕噜咕噜 见求饶没用 林山平开始破口大骂 可是他人已经被柳如烟拖到海里了 柳如烟没有给他带氧气瓶那些 海水不断灌进他的口鼻 他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最终 他只能被柳如烟拖进了水里 他不会游泳 加上腿上绑了石头 整个人不停地往海里坠去 柳如烟游绝不够 将他越拉越深 林山平死了 永远不可能再上来了 柳如烟回了地面 泼下潜水浮后 他对着大海大笑 尹木你看到了吗 我替你报仇了 他害了你 我就让他下去陪你 哈哈哈哈我报仇了 我终于报仇了 去死吧渣男 柳如烟回了家 他躺在床上拿着我的手机 手指不断抚摸着手机屏幕上 我和他的合照 尹木 我现在才明白我的心意是不是太迟了 柳如烟呢喃着 缓缓睡去 柳如烟翻外 我把林山平杀了 亲手给他穿上潜水服 看着他向我和尹木道歉 求饶 可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我以前那么爱他 他却背叛我 他对我好 仅仅是因为我有钱 可他不该为了钱伤害尹木 他怎么害死尹木的 我就让他也经历一遍他经历的痛苦 我知道我明白的太迟 尹木他已经死了 可我有自信 尹木这么爱我 知道我为他报了仇 他一定会原谅我的 可当我做完这一切后 我居然看到了尹木 我冲了上去 却发现他身边站了另外一个女人 尹木在厨房里包着饺子 那个女人体贴地为他擦汗 我生气了 大声质问他 尹木 这是谁 你身边怎么会有别的女人 然而尹木不理我 他仿佛听不见我说话 他们亲密无间 像是这世上最要好的夫妻 可我才是尹木的妻子 他们一起做饭 一起散步 尹木会在女人生病时细心照顾他 生气时耐心哄他 甚至他累了 尹木也会心甘情愿给他捏肩膀 缓解疲劳 我恍然想起 这一切都是尹木曾经对我做过的 可我曾经是怎么说的呢 哦 我记起来了 我在骂他 骂他别一想天开 用这种方式俘获我的芳心 我骂他做再多都比不上林山平一根汗毛 我的心突然有点痛 是我自己亲手推开了他 我蹲下来 忍不住嚎啕大哭 该死 我真该死 我居然把你给弄丢了 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好好珍惜你 尹木 这一切本该是我的爱 眼前的他仿佛是一部电影 我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观看 我看着他当了爸爸 喜极而泣地抱着老婆孩子一眼幸福 看着他牵着妻子的手一起在夕阳下散步 看着他生病时 也是心疼他的妻子在身边照顾 看着他儿孙绕心慢慢老去 最后嘴角带着笑离开 如果不是我 是不是他的结局就会是这样的 而不是一个人死在了身不见底的海里 如果不是遇见我 他会有爱他的妻子 尊敬他的孩子 安详晚年 怪我 都怪我 柳如烟挣扎着醒来 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 他的怀里还抱着我的睡衣 他正正的 突然看着我的睡衣又哭又笑 哈哈 怪我 都怪我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啊 他劈头散发跑了出去 抓着路过的人就问 你是尹木吗 你见到我的尹木了吗 嘿嘿 他在海里 没了 路过的人晦气地收回手 骂了一句疯子 柳如烟确实疯了 等警察找到他时 他正满身狼狈缩在厨房 嘴里还塞着我给他包的饺子 看见警察 他笑嘻嘻从嘴里拿出一个饺子道 你们要吃吗 不给 这可是尹木专门包给我吃的 尹木说了 我要乖乖吃饭 可是我都这么听话了 为什么尹木还是没有回来啊 柳如烟被带走 因为林山平的女朋友报了警 说他失踪了 警察通过线索 将嫌疑人锁定到了柳如烟身上 柳如烟虽然现在疯了 但是杀害林山平时 完全还有自主意识 所以接下来等待他的 将是法律的制裁 看着这个我精心布置的房子 和被带走的柳如烟 我突然释怀了 我的灵魂不再禁锢在柳如烟身边 随着一阵微光 我的灵魂慢慢消散 我想 我该离开了 全文完 在柳如烟身边